中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人际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今天人际关系要进行第五讲 仍然是相同的单元 就是人际关系的发展 跟人际沟通的第二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 也是有前沿 单元目标 人际关系的类型 沟通分析的内涵与发展 以及沟通分析的主要概念 那在前沿的部分 我们先来介绍 就是说我们希望上一次已经讲过 比方说人际关系的发展 分成几个阶段 那这几个阶段 其实不是一定是走下来 可能没有到 像我们说最后一期 上一次讲 最后一期是分手 那不一定会到分手 他从此步入礼堂也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是有阶段性 有的人是分手之后 又会回到前面 所以这就是人际关系 复杂的原因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 人际关系认为是简单的 所以这其实真的是 各校必修学分的主要原因 好 我们首先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单元目标 好 第一个单元目标是 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人际关系的类型 说出沟通分析的内涵 说出沟通分析发展的阶段 那最后当然希望同学能够体会 沟通分析的重要性 那接着我们就进行我们的主题 人际关系的类型 人际关系的类型 第一个我们用林千田教授 他在2000年他说 人际关系分成几个类型 第一个是以感情为基础的 像比方说亲情跟友情 这很容易了解 那第二个呢 是以利害为基础 认知彼此的利害关系 这怎么讲呢 比方说你是主管 那部署会对你比较好 因为你跟他的这个考核有关 对他会打你考核好不好 所以我们常常见到 我们说官在 人情在 就是当你在胃的时候 这个人际关系 人情都在 你下台之后 可能就是完全形同陌路 所以很多人会很不适应 他在官场下来 他觉得很感慨人生 但是当你起起伏伏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其实是常态 好 第三个是陌路关系 就是说没有心理的连接 比方说他是一个高阶主管 可是我是一个很基层员工 我认为他怎么样也影响不到我 那事实上不一定的 就很多时候你做一件事 人家有在观察 我举个例子 像比方说我们通常在学校 都会有些人人际关系很好 有的人就很差 像我记得有一个同仁 其实他是很认真负责 他人际关系就很差 因为他很喜欢跟人家讲道理 但是他很认真 于是大家不喜欢他 就会跟老板说 他怎么样不好 我不要 调我单位 我不要 每个人都不要 可是有个礼拜天 他自己自动在办公室 在忙一些事情 结果正好董事长到学校来 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在 董事长就觉得很奇怪 就等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他还在那边 董事长就过去跟他聊了一下 从此就提升他 所以不要认为 这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当然做什么事 不是都要争取 都是有目的的在做 我老师记得上一讲就说 其实你认真负责态度 这是经得起考验的 这也才是可长可久 经营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好 再下来 就是沟通分析 沟通分析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 Transaction Analysis 这叫TA 这TA跟我们一般现在 讲的TA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有在学校 常常在讲TA 是说什么 Teaching Assistant 就是说教学助理 像我们现在教育部都在推动 就希望说我们教授上课 那有些一些基本的东西 或者他能够帮忙自己 我们在班上说分组带领的时候 这TA可以来协助 所以那也是TA 跟我们这边讲的是不一样 我们这边TA叫沟通分析 那在教学上 那个就是助理叫TA 这不一样 好 首先就一个心理学家 伯尼 伯尼他创立的人格理论 他是依据个人的成长跟改变 所发展的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 他主张个体的发展 是跟他人互动所产生的 这怎么讲呢 我们从经验去学习 所以说当我们知道 有这个跟人际互动的经验 我就知道 比方说在路上开车 路上开车常常难免有一些插撞 比方说人家从后面撞到你了 然后人家就想先声夺人 就把你骂一顿 一看Lady Driver 女生的驾驶就先说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 你有没有驾照 怎么这样 随便乱刹车 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 这开车人都晓得 对 我开车我在前面 你就后面就是错 所以这就让你学到一个什么 先要保护自己 你不要做得好像却深深 好像有点害怕 你自己就是端正自己的态度 就说这样怎么处理 对不对 那对方就知道 你不是可以欺负的 所以我们这边关系发展 是从很多经验当中学来的 所以经验常常就是学费 好 再来是 那个Bernie他将人格分成几个部分 父母成人儿童 所以因为父母是Parent 成人Adult跟儿童Child 三个部分 所以叫P.A.C. 这在我们心理学上常常说到 因为人格不是说人格有父母 而是说它表现出来的 是有的像父母 有的像成人 有的像儿童 那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看下面 第一个是父母 他代表超我 所以会批判跟命令 就是说因为父母觉得 我有很多的经验 你是我的孩子 你是我的一个部分 你属于我 所以他会去命令 他会批判 他用的态度常常说 你去做什么 你为什么考这么不好 你实在太不用功了等等 就会去批判 去命令你 那你就不要出去了 你现在就在家好好过念书 下次不可以考这么差 有没有 这就是常常人格里面 有这种父母的角色 但是这是真正父母 可是我们在跟与人互动 比方说在同事相处的过程当 你一定发现 有的人他就很有意见 他就会说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那 我们应该怎么样 可是我们想想 我们都是同事 都是平等 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他的角色 他觉得自己 就是像父母的角色 你们年轻人 你们懂什么 我吃的盐比 你们吃的饭还多等等 对不对 这样讲 所以他扮演的像一个 父母的角色 这是人格上 那成人代表自我 就是比较理性跟成熟 那我们说人格 就是老师记得之前就有说过 人格分成本我 自我 超我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自我 自我有的又叫做现实我 就是我以我自己为出发点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 他是比较自私的 他太自我了 对不对 我们都听过人家这样讲 那第三个就是儿童 那代表的是本我 代表的是幼稚跟任性 怎么讲呢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 他就像小孩子一样 他就希望人家任何事 我说什么你就要给我 他很任性 不给我我就生气了 然后我就把门重重一关走开了 所以这个就是PAC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这边很重要的 的重点是什么 沟通 换句话说呢 这个PAC刚刚说过 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 借着沟通来达成 我们怎么沟通呢 比方说 我虽然说我的个性 好像是像父母说要这样 但是呢 我加上一些说明 比方说 我们今天这个 我们要中午出去吃饭 要庆祝谁的生日 我们要喝点红酒 那这时候扮演P这个角色的人 他可能就说 不行不行 中午不能喝酒 那这是他单纯的角色 但是如果沟通 他说我们下午还要回来上班 对不对 那你如果等一下下午 我们满身的这个酒味 或者我们不带 就是迷迷糊糊的 出错怎么办 或者老板正好来了怎么办 对不对 这时候大家觉得 有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 要不然改晚上 要不然我们就不要喝这个酒 这样 所以沟通很重要 那这一题 就是说 目的是什么 是要提升个人的知觉水准 使他对未来的生活跟行为 做一个妥适的决定 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去分析 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些错误 那如果我们经由沟通分析 我们就很清楚 比方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自己就有这三个角色 那我可以 比方说 这个明天 我认为明天是放假日子 那我不想出去 可是老板就说 你要去一个地方 我心里是牵斑的不愿意 这时候 我父母的心 这我父母的角色 就告诉自己 我要去 因为这会 可能会影响我的未来 那A呢 这个角色就是 人在屋檐下 焉能不低头 我要从现实面来看自己 然后呢 C 人家帮我们安排好 我就去嘛 反正没关系嘛 对不对 我这小孩子的角色 有没有 所以每个人 在每一件事上 常常都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 做一些改变的 只是有的人 他不愿意去改变 那同学今天 学了这个沟通分析 就知道 我们对一件事情 要改变 其实是不难的 你只要知道 PAC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改变 你扮演不同角色 你就改变了 这是合法 合理的 所以千万不要说 我放弃自己的角色 我就好像失败了 我是个loser等等 事实上不是 好 接下来呢 再来介绍 沟通分析的发展 他第一个是 自我状态的阶段 那自我状态阶段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PAC这个部分 是1955到1962年 这个阶段发展 他主要是在诠释什么呢 诠释我们的思考 情感跟行为 有没有 那我想老师 刚才一再举例都是这样 第二个呢 心理顿悟阶段 这个呢 代表什么 沟通分析 跟心理游戏 做代表 就是因为会去做一些心理的 所以是从1962到1966 他是以心理的讯息 跟社会的讯息 去操控他人 比方说诈欺 我们常常 这个人 平常你看他很理智的 但是呢 有的人遇到事情 他这个没有这种 很能够当机立断 或者能够很理性的去分析 比方说诈骗集团 为什么能够 常常能够得逞呢 就是他掌握人的心理 比方说 很常见一个诈骗 他就是说 一来接电话 就听到一个小孩的声音 那这个小孩在哭 我们这时候人一听到哭声 就会觉得说 哇 什么事发生 心里就有点慌 妈妈 你赶快来救我 小孩讲完这个 大人就有成人声音说 他欠我钱 或者他怎么样 所以你要把钱还我 那你要怎么做 那大家如果真的有孩子 真的也在 比方在学校 你也知道 这小孩平常不大乖 会跟人家借钱 你就会担心 好说好说 那你怎么样 于是就被骗了 所以很多人是这样 但是经由我们国家政府 常常借着各种的广播 告诉大家讯息 说这种是诈骗 所以大家已经有改变 但是老师常常觉得 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 反而被骗 为什么 因为他不看新闻 他整天做他自己 学术的方面事 他的就是自己在 就是个整天只知道 在电脑上 或者他只玩游戏 他其他事一概不管 等到真正发生事情 他没有那一些的经验 没有那一些的见闻 于是他这时候就像个儿童 被人家掌控 人家说什么就做什么 好 第三个阶段是 技术处理阶段 这就生活脚本 以及脚本分析 这是从1966到1970年 就是说 人类会依循特定的方式 表现行为 就好像在舞台上 要有脚本 就像我们很多演员 对不对 比方什么综艺节目 我们常常后来都知道 原来他一个大字报在后面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他怎么一直往那个方向 有没有 其实人生的行为 都是按照这个脚本 当然不一定 但是大多数确实是这样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 我平常一到五 非常辛苦 非常忙 每天一成不变 我六日我要出去 改变一下 我平常的生活方式 就是这个原因 好 再来是精神自我的阶段 就是从1970到现在 这是会加入人类的一些潜能活动 比方说像心理剧 就是一个方式 什么是心理剧呢 我们就是将一些案例做成一个戏剧一样 那从这戏剧当中去帮忙 这个案个案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那样 那我如果不这样 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并不是你是不行的 而是我们没有去分析 所以心理剧比较着重就是这样 让人家看到自己其实是有潜能的 比方他弄一个类似的这个个案受害的这个经验 类似但是弄成一个戏剧 然后让这个个案说 我们其实这个主角 他应该怎么做可以避免 说不定那个个案就可以侃侃而谈 我们就可以说 你看你不是事实上你可以处理得很好 你有这个能力吗 好 再下来就是沟通分析的一个主要的概念来介绍 第一个是人性观 也就是反决定论 他说人是自己的主人 那应该决定自己的未来 还有呢是人有选择的自由 我们可以随意去改变 那如果儿童阶段呢 这时候他失去父母就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我稍微说一下就是 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应该什么事 自己决定 没有错 我是一个成人 我可以自己决定 但是我的决定是不是对的 我是不是应该参考一下过去的经验 还是我是不是应该听一下别人的意见 这是很重要的 那像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就说 那边有插头 所以你的铁不能进去 那你的铁进去会受伤 所以有父母 我们就会减少一些伤害 所以有的人他从小没有父母 他在孤儿院长大 那人家没办法做这么好的照顾提醒 所以他容易在长大会有一些挫折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好 下来再介绍的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自我的状态 我们的自我状态是怎么样呢 就是人格的结构 刚刚说过是什么 PAC 我们自我是在什么状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比方我做这个决定 我就是我是学校校长 我就做这个决定 我这个决定就像我是父母角色 我说这样就这样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这个是跟其他的同仁有关 我们有的时候就要理性一点 就要站在对方一个成人 一个成熟的角色 我们就是说 这时候要体会一下人家想法 比方说 大家说我们刚刚评见完 我们是不是大家放假呢 那你心想 这个是评见完是比较轻松 过去是这样 但是上班就该上班 怎么可以放假呢 所以那这时候 你就会决定不能放假 我们要遵守这个规定 那如果大家就考虑A呢 就成人理性 那这样我们礼拜六 我请大家 比方我们出去踏青 再请大家吃中餐 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一下了 好 第三个是早年的决定 这边就是说 我们在小的时候 所出现的一些状况 刚刚已经说过 如果我在小时候 我的父母是全心全意地 照顾自己 提醒自己 那也给自己很多的指引 所以让自己是一个 慢慢逐渐地 在各种方面都能够成长 我就能够有很好的处理 可是如果小的时候失去 或者小的时候 就算父母健在 但是父母很忙 没有时间能跟自己 做这一方面的指导协助 或者分享他的经验 也会让自己在这个阶段 会得到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因为他会受到一些伤害 好 第四个是安抚 这是一个社会认可的行为 比方说我饥饿的时候 很渴的时候 得到满足 这是属于生物性的安抚 但是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人家的安慰我 那算了 对不对 你放轻松一点 对不对 得失心不要这么重 你已经够好了 有没有 这就给你心灵的安抚 那有的会拍拍你的肩膀 也许你的主管 拍拍肩膀 我能了解你的感受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努力 去面对未来 好不好 我们一定 人难免 这个公司也不可能 永远都是赚钱 只要我们不放弃 我们都是有机会的 有没有 这是安抚 然后第五个是 苦难的经验 这个 这个苦难的经验 常常是 老师用一个案例来说 比方说 老师在应征 学校同仁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来应征 他已经四十几岁了 一个男性没有结婚 那我就问他 我就说 那个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为什么不结婚 因为我们需要女生比较多 所以学校禁用男老师 男性的职业 我们都会比较关切这一点 那他就说 这个因为我曾经有痛苦的经验 然后呢 我曾经被那个被耍了 或者我被骗了 他欺骗我感情 所以我从此不愿意再接触 有没有 这就是苦难的经验 会影响 第六个 重做决定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 比方说 我们可以请教老师 我们在学校 可以请教老师 在公司 我们可以请教一些 中阶主管 或者一些年龄比较大 在公司比较久的 请教他 给我们一些建议 然后呢 我们也许就可以重新做个决定 那最后一个就是心理的地位 这心理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好 versus你不好 这就我这样分析的结果 我沟通分析 分析结果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我好的 当然是好 但是有的人呢 他是比较就是自私 我只要我好 你不好 我没关系 但是有的人 他是希望就是怎么样 你好 我也好 那在这人际 常常是容易成功的 所以我们这位老师 比较建议同学 我在沟通分析 我在考虑这些 我考虑自己之外 我要考虑一下周遭人 比方你实在很气 对不对 你看让自己造成这么大困扰 但是你想想 如果对方刚好 他是因为得了一个重病 那他没有办法专心工作 想想看 也是情有可原 你就不会那么的生气了 好 最后跟大家介绍的是 刺激与反应的线索 这第一个是父母的线索 父母的线索在身体方面 就是有皱眉 叹息跟摇头 这是一个父母的角色 我们在职场上也是会这样 比方说 同仁就来跟你说 校长我要出国 这个三天 虽然说三天不长 但是我说 这现在在刚刚开学 你为什么不其他时间呢 我们应该是以学生为重 这样是不合适 可是我这真的很重要 我早就安排 那这时候有的时候 像我自己我就会说 你早就安排 那更不对了 你早晓得 这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怎么会这样去安排呢 没办法同意 有没有 这时候我扮演的 就是父母的角色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他会说 这个我要出国 因为我的什么人 在比方在美国 他出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一定要去协助 你这时候就想 这是他的亲人 人之常情嘛 我们这时候 你现在决定 那这样子 我们要调课 代课人是谁 那有没有先让 那个学生知道 要给学生准备 不可以忽然进来 就不同的人 这就是我们所说 在身体方面 可能会表现的出现 那在语言方面 老师刚刚的举例 会出现什么 你要记住 绝对不可以 如果我是你 这样我常常就说 人家来要求 上课期间要出国 我都会说 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做这样决定 学生学习是有权利 我们是老师 我们虽然有教 教他是我的权利 也是我的义务 但是我们应该 以学生为优先 那这样 所以在很多时候 人家会觉得 你就是不通情理 就是我讲什么 他不谈学生 他只说你不通情理 因为你用的 就是一个父母的线索 你的身体 你的语言 都是将告诉他 好 第二个是 儿童的线索 儿童的线索 在身体方面 就会流眼泪 咬指甲 咳嘴 发脾气等等 比方说 这儿童线索 在我们学校 其实很多成人 也是会出现这样 那比方说 他说这个人跟你说 你请他做一个 中阶主管 他会跟你说 我最近我的父亲 他这个中风 那家里都没有人照顾 所以我一回去 都要花很多时间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做事一定要把它做好 所以我没办法留下来 我真的不行 有没有 这样子 那这时候 你听了也觉得 很难过 然后甚至他也流眼泪 你也跟他流眼泪 算了算了 这样他真的是 应该以家为重 对不对 父母为重 这就是儿童的线索 在身体方面 那在语言方面 我不管 你就是要怎么做 那所以说 在这个部分 就是儿童 我们很多时候 在职场上都会说 跟他讲什么 我不管 我不管 我没有办法 那有的时候 主管也说 你不管 那我也不管 就有点开玩笑 这就用儿童的方式 那成人的线索 在身体方面 面部 眼睛 会转动 表示专心 那有偶尔 也会出现 儿童的方式 那就是人嘛 对不对 这才是有感情 并不是都是非常理性的 那在语言方面 会出现五个W 就是说 这是很清楚 大家知道 我们就会说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你什么时候要去呢 那你有没有想到 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们要自己 要做这一些的想法 做好很周延的 你怎么样去做一些安排 所以这今天 以及我们上一讲 跟同学介绍的 人际关系的发展 跟人际沟通 希望同学 能够用心去思考 每个案例 自己也应用在 自己的生活当中 你会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效果 好 各位同学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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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